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中年好声音暂时是曲中人散 但散得挺有气势 两天之内三场演唱会 星期日晚两个节目都有他们 我和妈妈有个约会做表演嘉宾 之后又有中年好声音追梦之旅 历时半年的节目,TVB就真的大丰收了 问题来了,之后有什么节目承接再打下一场仗呢? 大家都知道,隔壁台的重头节目出台了 近日隔壁的文宣已经浮现了 坊间群组的,媒体的都有 比TVB更加紧张 只是算收视的话,TVB仍然很安全 但不代表没有杀伤力 毕竟,隔壁台的观众 网上活跃到远胜TVB TVB很多观众看了都不会上网给反应 造成气势上明显输舌 逼使到隔壁文宣急急出台 所以,全是因为TVB今年其中一套重头剧 黄晶的作品《一母倾城》今晚就播出了 对于黄晶的作品,飞天夜夜会形容为通俗剧 尤其所有能吸引大众的通俗元素 例如俊仔俊女、动作场面、斗志搞笑、爱情、亲情、友情、性感等 总有一样东西是适合你的 黄晶作品节奏明快,用最短时间吸引观众 不过因为太过通俗了 令到很多人看轻它,会痴之以鼻 但黄晶写的偏偏都是人性好基本的七情六欲 必定有一两样东西中你了 结果一边罵一边看 80年代的经典港产片和奖项绝缘 很多作品,观众看完后觉得通俗甚至低俗 但又看得很开心,下一次又进场再看过 一母倾城母小姐的故事 人物设定方面,主角本身已是一班有故事的人 声色犬马包罗万有 所以飞天夜夜会说是美丽战场2.0 观众会一边罵一边看,港媒都会追着 再画一大堆剧中艺园的旧文大造文章 单单是这些花边新闻,就已经在好好的反面宣传了 我和你都相信,港媒怎会忍得手不捨? 今天的文宣已经出路了 加上怀旧,香港美好的80年代 是很多经历过的人一生最怀念的日子 正如山口八卫短短八年的幕前演出 正是日本经济起飞 日本最美好的八年 所以它注定成为一代日本人永远回忆 注定成为日本神话 同样地香港的80年代都注定是香港人的神话 一母傾城 假如将怀旧玩得好,必定捧场客 看TVB长大的家庭观众必有共鸣 假如家中有人想看隔壁台 手机串流看直播也可以 事后重播也可以 电视看TVB直播的机率必定较高一点 所以飞天爷爷对一母傾城有信心 收视不会差 但可否像下流上车族、美丽战场、超能试者、 隐形战队甚至中年好声音 成为TVB 下一个大家挂在嘴边的话题 就要看看黄征的功力 上网搜索一下黄征近年的作品 看见有一套名为《拿渣与羊展》的电视剧 2015年完成的作品 演员方面有黄祖南、钟佳欣、高云祥 穎怡 不是唱歌的穎怡 罗家英、何广佩、林子聪 总共有42集 曾经是2016年无线电视的 节目巡礼其中一部作品 更加是2016年香港国际影视剧12部推介的剧集之一 可惜一直未能播出原因是饰演羊展的高云祥 2018年爆出色尼涉嫌性侵事件 虽然最后罪名不成立 但令到《拿渣与羊展》一直未见影 这件事证明艺人的形象很重要 分分钟因为一个艺人拖累整套剧集或电影 随时投资血本无归 TVB除了香港还有内地市场 因为某些原因令一套剧集失去内地市场 风险实在太大了 看看古天乐的科幻片 只看投资额 就已经知道是寄望内地市场 当初知道反应不似预期 记者上面都留下蓝而泪 隔离台播合拍剧都被支持者投诉到 要放在深夜时份草草收场 短期之内都无法寄望内地市场 所以不会有TVB的担忧 但针没有两头利 同样地因为没了内地市场 海外市场又未见得 令隔离台可以很放胆投资 所以制作成本一直炸得很紧 因为没了内地市场影响 对于艺人的形象要求 就会被TVB松手 假如TVB不着重艺人的言行 一个不小心 没办法在内地播放的话 谁来投诉呢 至于近日的文宣 基本上都没什么新意 即是炒冷饭 这几年重复又重复 最好笑是有些在反TVB群组的文宣 怎么抹黑TVB 其实影响不大 因为里面的本身都是反TVB的 还需要洗脑吗 混进去 即是拿了TVB的支持者 更加不会因为这些文宣改变的立场 因为这些版库大家心里有数 有朋友分析 某些文宣明显收了钱写 如果熟实实实在太浪费了 等同落广告落错地方 就像笑金窝一样 今晚首播的TVB新剧《一母倾城》 同样发生在烧金窝 虽然近日的宣传片 换了校长的午夜礼人做background music 但非天仍仍然很怀念 上年节目巡礼的宣传版本 当时用了梅姐的烈焰红唇 剧名已经令我想起梅姐的《一母倾城》 单单这些就吸引我今晚会看《一母倾城》 香港八九十年代经济悲悲 造成尖东这个地方成为了主罪金民之地 尖东最出名的夜总会 来得香港 那就一定要去最厉害的 韩国陛吧 我觉得你会有钱质可以带红太子 如果你跟我找食的话 我包你一年可以找过百万 你先赚了这一笔钱 那我们整个地方就可以脱脱了 出来玩的有哪几个是真心 说什么都好 他们也是为了哄你上床阵 你这是鸡鸡 你这人是鸡鸡 下次多谢你帮顺, 许生 高兴仔 我知道这一行业的 但搞得来也要真心 无论今天,明天,以后,永远都是自己人 天然无论大家去哪里 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姊妹 哈哈哈哈 如果大家喜歡我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大一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